鄉親鳳梁兄 現在大家晚安 越南因為反中 因為中國跟他在南台的利益 產生的衝突 結果 對台灣人開刀 到底台灣人 台商 還是我們的台商 在那個地方 是去犯到什麼 越南的政府 是沒有政府 在裡面 軍警 武警 公安 看到 居然沒有去做動 那這樣步入去的時候 是不是錢財工廠 整個四面全都複雜去 那要不要還 能夠還賠得起嗎 那在這邊 到底我們的台商 台喬怎麼自保 政府怎麼樣 來跟越南那邊來溝通 讓這樣的損失降到最低 甚至於以後怎麼來求償 我們再切下去 跟各位介紹現場外面的第一位 這個議員紀國東 主持人鄉親大家好 代表是紀元簡宇彥 老師好 台灣大家好 知識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知識媒體人王世綺 主持人大家好 一樣 知識媒體人我們的 鍾涼煌 主持人郭美鳳請大家好 是郭美鳳煌 我們前天爆發的 番中的部長 上街 上 這個成千上萬的人 這個上街 結果成千上百的台商企業 受到的波及 今天越南政府如何因應 那麼當地最新的狀況怎麼樣 大家來了解一下 走走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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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活搶劫 越南反中 目無法計 殃及無辜台商 14號軍警終於動手 在平陽省逮捕 476人 胡志明市將近百人 同耐省86人 漏昂的姿勢分子超過600人 整個平陽狀況都已經被 政府控制出問題下來了 那甚至今天早上 我們都有台商到街上去吃早餐 平陽已經有要回去復工了 不只是回去收拾 他是要回去等你 你要準備開始 今天就有要開始做小型 小股定模的開始恢復生產動作 一夜動亂驚恐後 平陽省台商透過視訊回報 當地情勢已開始平穩 甚至部分工廠出現復工跡象 正龍越南廠 越龍員工 上臉書PO文 拍下辦公室大門都被破壞的照片 還說14號晚間10點半 發生第二波攻擊 都不是外地人 而且女生比男生多 直到公安抓了300人才平息 有人繞了工業區一圈 只拍兩張照片 因為該燒的都燒完 該砸的都砸了 看到這把警察在全毀的工廠前 重裝架式 感覺有捕賀組的作用 諷刺意味十足 除了越南和南韓工廠幾乎全面停工 呼籲大家趁白天回去善後 減少損失 看他的那個那個 平保是全部破爛 紅牌尤其在同奈省的廠區 也因為暴動擴大遭到蹂躏 暫時停擺運作 不少越南台商 原本打算在紛亂平息後 著手整理工廠 但網路上正在流傳一張圖片 號召518周日大遊行 地點是全國道路 懂越南文的台灣人說 這是反政府組織鼓吹的反抗中國活動 越南人的聯署上有個叫越青 越南的越青年的情報 越青的這個賬號 他們現在在串聯過 安逸 向我們寧願先做好預防的準備 要發生的意外 畢竟513反中就是從單純示威 失控為最大規模暴動 台商飽受驚嚇後 不管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做最壞打算 好 水定 到底這件事 是政府在後面後面發揮 現在又有一個新的訊息 要恭喜反政府人在後面推波助瀾 但是不管怎麼樣 政府支持也好 反政府支持也好 倒楣的 總不會老是我們台商吧 這沒有錯 而且你會想到很奇怪 明明是中國跟網南兩邊 有一個專遊平台 在那邊玩家 他們海上傳見 互相噴水不住 兩邊在驅離 所以引起越南他們的群情激憤 跟我們什麼關係啊 莫名其妙跟我們什麼關係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外南他們的教科書 從小就告訴這些小朋友 受的教育就是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一部分嘛 但是現在就實際審施來講 純粹從審施來講 真的是 有的很有可能 十年之內回不了他原來的 有一間公司 14年以來 他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一百萬台 你知道嗎 一百萬台 整個廠房都消去 他有兩個廠房 他本來第一個廠房消去 又想說 我另外一個廠房應該沒事吧 下午傳來說 連那個廠房都燒掉 14年以來 在越南所投資的 一切化為烏油啊 你要知道說 他們這個人 我說特別 我這幾天看到政府 竟然有政府官員說 呼籲台商去外國投資 要小心 什麼叫做小心啊 是 就是因為台灣的環境沒有提供 政府沒有提供他一個很好 很優貴的條件嘛 所以他必須去中國 遇到人家打壓 遇到罷工 然後只好到越南去 現在又遇到這樣瘡狂 甚至於血本無歸 我們的政府應該 他扪心自問 我能夠給我的國民有什麼 欸 你不能忘記了 俄羅斯搶烏克蘭是怎麼搶的 我俄羅斯的國民 我俄羅斯的人民 如果在你烏克蘭裡面 怎麼樣我就出兵 你知道嗎 結果我們不是耶 我們是說你台商自己要注意耶 這一次的台商 我知道我知道 我們因為沒有幫忙 所以在那裡人數有限 影響力有限 但很多事情不是人的問題 是什麼 是新的問題 我們在那裡投資這麼多錢 你看台索 台索倒出三千幾億 廠房 被人打砸搶燒 連中國路幹幹部 都被人家打死 我問你 你如果一個政府 不管你不要說 反政府人士幕後操縱 他是共產黨國家 如果這麼一個共產黨國家 越南 都會連只有 政報部隊只有五百個人 你把他騙下 如果沒有政府 當然 政府的目的可能 本來不是要修理台灣 就沒想到誤殺中良 誤殺無辜 我們來保護我們的台商 因為再來 緊接著 禮拜天那個遊行 萬一發生 現在這樣而已 我說賺不了 我告訴各位 中國現在全面加強他的戰備 在中越邊境 所有的戰備 現在都是提升到三級 然後 全部停休 然後所有的一切 現在緊羅密鼓 在昨天以前 中國所有的媒體 對這件事情都淡化 今天大張旗鼓在反越南 我們要小心 一旦發生事情 就掏一個台商說的 是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的話 那我們還有命嗎 是 這個我先請教紀委員 應該您做立委 應該資訊交通 現在說 至少400家台商 為那安全問題 一定停工了 那還不包括那些 被燒被搶被幹的 政府情況 這個損失已經不計其數 可是問題是 這樣的一個損失到此為止嗎 這個停工的加速 現在很難估算 有人講說100 200 有300 400 500 他不管怎麼樣 是300家 數百家 今天跟昨天晚上 我都接到 包括我們地方的議員 還有台商 在那邊的一些陳情電話 就是說其實情況是相當緊張 那當然 我看政府的態度 尤其外交部態度 好像有點淡定 那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我是民意代表 我第一時間我都想說趕快過去看看 至少關心一下 那今天晚上 剛剛有個機會碰到 行政院江院長 跟馬歐副院長 我當面跟他們陳情 我說 我們這個料底要從寬 縱使啊 恐怕你們判斷是沒有到達 所謂的撤僑的這樣一個標準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做 我就舉菲律賓好了 會不會在當時 敘利亞內亂的時候 在埃及內亂的時候 甚至於廣大型案件 因為菲律賓費用在這邊 好像受到少數 好像受到 好像國人的那種怎麼講 有一點點不禮貌對待 他們都準備要把這個 費用撤回去 我說你看菲律賓 它的國力 它經濟能力 跟我們比起來 坦白講應該不如我們吧 可是他們對自己的 非老也好 或是他們僑民 甚至在這邊的一些工作人員 那麼關心 那我們呢 結果盲副院長跟我講說 沒有所謂 我們在那邊沒有所謂的 僑民的問題 我說那個僑是一個概念嘛 台上對啦 我說那是不是有緊急撤離 那種做法 不過他跟我的答覆是 現在來講 班機都還坐得下 就是沒有所謂真正爆滿 一味難求的情況 我就跟他講說 萬一有些人想回來 譬如說他有些那些證件 他相關的錢 放在廠區不敢進去 甚至有些廠區被燒掉了 那怎麼辦 躲在飯店 他求救無門怎麼辦 他到機場 他說可以到機場 去找相關我們住外人員 我心裡想說 那是一種感覺啦 就是說當你發生 尤其我們國人 在國外碰到這種類似情形 我跟他講說 我們寧可多花一點錢 哪怕是多花的 甚至冤枉錢都沒有關係 展現我們政府照顧 我們僑民我們國人的這種決心嘛 那你今天假設 今天你說今天還沒鬧出人命 萬一有鬧出人命 你說想他補救來不及了啦 這都 這委員我補充一下 這委員問的 我們的官員 還沒有跟你完全答覆完 為什麼呢 後面還有一句話 你沒錢來跟機場 沒錢買機票回來怎麼辦 你要找來了親友 然後親友可以保證 你可以幫你還錢之後 你簽簽一個切結書 他出錢叫你去買機票 這是我們的政府呢 是 何國民有這場 萬南書雄 規模相大的粉絲的補充 台商情願跟員工 的情況 還有他們的家屬 到底是怎樣 大家來了解一下 組合屋頂 串出濃濃黑煙 這裡是台塑集團 在越南花了三千多億 蓋的合進鋼鐵廠 14號下午 上百明月級員工集體罷工 接著惡意挑釁中國公園 雙方爆發衝突後 工廠內部上演一連串暴力攻擊 縱火破壞 搶奪財物等不理性戲碼 到了晚上甚至有人被打趴在地 歷經七個多小時的衝突 一名中國籍員工中暑身亡 九十人受傷 它那個組合屋有受到損害 其他那八百個台籍員工 安全沒有問題 包含台幹在內 四千多名員工飽受驚嚇 躲進宿舍 但這已經不是台塑工廠 第一次遭受攻擊 13號晚間位於同奈的仁澤廠 遭到暴民強行闖入 搬走所有電腦 隔壁隆安的福茂廠區 也因為受到騷擾 立即停工 擔心員工安全 高層下令不得擅自外出 家屬好心急 要等上級的命運才能走 那我們在這裡很危急 他們沒有感覺到的時候 這樣子是不是太誇張 當天晚上 我們的最高主管還在打球 而且他並沒有把中文字測掉 這種行為真的是後知後解 我們怎麼敢把我們的生命交給他呢 台塑暫停對越南所有投資 公司因為光是廠區停工一天 就得損失七千萬元 其他上市櫃台商公司 南亞宿舍 辦公大樓被洗劫一空 遠東興平洋廠被攻擊 振興輪胎也被強行闖入 而大同公司的設備遭到破壞 另外升星 豐明 百月 月星等十一家 更被放火燒個金光 四百多間台商工廠全面停工 外交部還有經濟部還有那個僑委會 那個整個專案小組去研究好不好 相關部門成立緊急小組 協助台商處理善後 但眼看暴動範圍 從南越的平洋 同奈 西民 持續蔓延到中部的合進 台上一輩子的心血和損失 實在很難用金錢估計 集金風遇到漫囊中 剛才紀委員那個議員 紀委員說你要有同理心 真的 在那邊的人 你可以想像他會怕成什麼樣子 為什麼 不是只有外面街上的人衝進來 有裡面的人不是窩裡板 而是裡面的人就跟你幹起來了 對不起 我打給他 你有些時候光是坐在電梯 外面電梯出了問題 停在那邊 你該多警方 半個鐘頭你就嚇死了 是 你停在電梯裡面 你可以出去外面再去打 你感覺出去 是語言 爭一口氣的這個紀委員是客氣 他說淡定 我覺得根本是麻木不仁 像我昨天我就打了好幾個 我們電話街的布商 有得到越南通知 一看到這個事情 就趕快打電話問說 是怎麼樣 現在人有沒有在台灣 受傷的情況如何 但是我們的政府呢 到底有沒有掌控情況 你看昨天管安會一看起來 好像很不只淡定很麻木 然後你問他說 那到底多少人受困 不知道 有沒有人死亡 目前消息沒有傳回來 可是你只要上PTT 你去到所有的網路上面 所有回報回來 回報回來的越南的情況 都非常恐怖 是 燒殺 搶 對搶 然後裡面的那種 就是不理性的進攻 我覺得大家都被嚇到 你看看這個記者 在桃園機場拍到的那個畫面 我的想法就是說 怎麼政府還沒有趕快去處理 專機怎麼還沒有到呢 那所以這個感覺是覺得 我們的政府到底是幹嘛 別的國家是會保護人民 那尤其我們其實知道一個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在中國多數的 它不是投資 在中國它是屬於援助 它給它錢援助 所以到底說越南應該 雖然說我們不接受它的援助 它沒有這樣說 可是它放任 真正在這個地方 用中小企業去打兵的 是我們台商耶 是 所以它放任越南人去打台商 教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看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的政府有guards 應該站起來說 我們不排除撤僑 而且在那之前的話 我們不排除抵制你的越南的 撤僑撤 對撤資 還有就是我們跟你越南的 你們來台灣工作的 我們也要如何如何 就是你恐嚇的語氣你要講出來嗎 是 一句話都沒有 真的是說要印貼紙 是 年旺 說實在 剛才有天災 還沒辦法 老天無言 可是這個是 幾年會打拼到家族 我覺得 在台灣看 覺得很恐怖 各位朋友 是 一波又一波 不是說一波就算了 就過了 一波又一波 我想台灣的朋友大概 多少會在新聞裡面 看過那種所謂的飆車組 大概就是幾十台機車這樣呼嘯 你就覺得好恐怖對不對 你聽那個越南台長講 它不是幾十台 是幾百台 而且不是呼嘯而過 是直接衝到你工廠裡面 開始打 打完之後開始想搶完之後放火燒 那種情景我想不是 有曾經面臨清零現場的 可以想像的 這個不會輸給戰爭 對 我看他們那個逃出來的畫面 很像我們在戰爭裡面看到 當年美軍撤退北越共黨軍隊 進南越的時候 那個胡志明是當年 叫西共那個逃難的樣子 我真的是彷彿回到那個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你政府今天 政府本來就有義務 要照顧你所有的國民 不管這個國民 是在國內還是海外 當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國安局說 他們之前有收到情資 然後呢 收到情資然後呢 不知道 收到就算了 不嚴重 放抽屜裡面 然後呢我們的外交部說有 我們5月9號 有通知越南當地的台商 可是越南當地的台商呢 沒有人收到通知 原來外交部是通知誰 通知台商會 請台商會轉告 奇怪 這麼重要的資訊 你怎麼會通知一個民間組織 你應該是叫你的外管 然後外管透過現代的科技 用手機簡訊也好 用這個通訊軟體也好 發給每一個台商嘛 你怎麼會叫台商會去幫你通知 台商會拿什麼義務去幫你通知 而且每個台商會會長都是兼職 他自己忙得要死 他有時候不見得有辦法幫你做 然後再來看看我們的政府做什麼 我記得前一陣子我們在討論說這個 保二總隊跟新北市警察局都成立網軍有沒有 在網路上開始收集啊 就哪邊要路過啊 哪邊要什麼太陽花之類的啊 政府不是很多網軍嗎 剛剛語言講了 這幾天所有的訊息透過臉書 透過PTT一堆啊 你政府的網軍在幹什麼 你不是很會收集嗎 那為什麼不去收集這一類的訊息 然後把它匯整之後把它過濾 把這個假的過濾掉 把真的然後國安會變成一個平台 然後大家去討論這個事情 最後我要講政府的作為是什麼 我們政府對越南我們是有談判籌碼的 我們是越南第四大外資國 累計投資大概八千多億台幣 我們製造了越南幾十萬的工作機會 我們每年引進多少的越南勞工 我們政府是有籌碼可以去跟越南談判 甚至我們可以採取比較強勢的討論 要求越南政府說 你要給我保護好台商 要不然我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 可是我們政府到現在做了什麼事 什麼事都沒做 硬貼紙而已 其實有很多人 我有朋友見接他就講說 非常想立刻離開越南 對 可是呢 心裡又在淌血 在那拍拼一二十年中小企業 裡面也很多 他離開以後回去 可能可以回去 但是怎麼樣 所有化為烏油 很多台商他們是整個身家財產 全部都在那個工廠 因為已經過去了好多年了 然後現在被人家一把火燒掉 所以那個心裡的痛 當然我們其實很難想像 那這一次你看到他們已經回來的台商 他們在機場接受訪問 那個驚恐的表情還在 抱在手中的孩子 鞋子來不及穿 逃命為先 只抓了兩個尿布 就趕快衝上飛機了 這些還是運氣好的 所以你在第一時間 還找得到機票的 但是有很多是找不到機票 然後他們求助我們的時候怎麼辦 今天有台商跑去求助了 德國大使館 對 所以看到這種新聞 你身為一個台灣人 你心裡會不會覺得難過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去求德國大使館 我們明明就有代表處 我們國家有外交部 在這麼緊急的時候 他應該要發揮他的功能的時候 他沒有發揮功能 所以只能向其他的國家求援 就我們悲哀的地方是在這邊 那你看那些畫面 就剛剛聯望講的 一大堆摩托車衝過來 然後到你的廠房裡面 去破壞去搶劫 說那個人的害怕恐懼 其實根本沒有碰到的人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我相信那個場景 一定是極為恐怖 那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那所以外交部能做什麼呢 你應該趕快願意回來的人 你要給他們充足的機會 你要讓他們能夠安全的 從他們現在的地方 可以到機場 因為前兩天 連通往道路的機場都被越南人 把守住了 就不讓台灣人 不讓中國人過 那所以這些障礙 是不是都有排除 我們的政府其實應該可以 多做一些事情 還有就是說各位朋友 那那些不願意放棄 他十幾年的心血 還要待在那邊的人 購養的機會購養財產 政府是不是可以跟越南政府講 發生了求償另外的問題 現在這一節呢 你們能夠再出事 至少要強硬的說 那不是這樣 我們這段 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南海油田爭議 引發越南反中暴動 台商工廠遭大肆破壞 為了避免台灣人 被反中的越南民眾錯誤攻擊 外交部史無前例 印製了兩萬份識別貼紙 上面用越南文寫著 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的這種越文標誌 希望能夠提供給外館 透過我們台商會的系統來宣導 讓這些公司來張貼呢 希望能夠藉此避免錯誤 遭受到錯誤的攻擊 那你跟誰跟我們都會害怕 那幾千車都在那裡 你是怎麼去處理 我找那個那個 那個是近日的 我們政府看看 報仇說那個是吧 那個是吧 那個本書報 那個台商在那邊說的 他不用出門 台商的部分有很多人 要先行撤回來 所以有很多人還在那邊排 等候候補機位 仍有台商回不來 國內首班專機 已在下午4點50分 以空機狀態飛往胡志明市 第二架預計晚間7點半出發 我們平常回來的話 來回大概是在1萬8左右 但是這次單程就要2萬多 我們是從台灣的同事 幫我們訂才訂得到 在越南都沒辦法 機票多少錢 就是賣多少錢 如果有人 那麼刻意去搭台機票 對不起 要是國人的話 一定 好 在機票上價格上面 昨天啊 是一日三十 用烘海 價格暴漲一倍 也就是過去啊 來回大概500多塊美金 昨天啊 一趟就要500多塊美金 是不是說只要他有證明 他能夠證明他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他現在急著要回來 中華沒錢 那沒錢就不讓他回來嗎 實際上我們有很多呆帳非常多 假如是我們自己的國民 流露在外了 你考慮的是呆帳 你滿腦的沒有想到他的苦處 他的可憐 你滿臉想到只有你的呆帳嗎 所以各位朋友 替我們台灣的實習法民國的報酬 那條名多少 郭東兄 500塊美金 這個時候還在問說 我們呆帳很多 那些人是嗎 那些人是該死還是怎麼樣 500塊美金 在價格 這樣好 不太像一個政府官員 新北市政府前一陣子還記得嗎 就是一些青少年 假設沒有東西可以吃 你到7-11 免費 免費 那個也沒有利己二次的危險 像這種沒錯 可能有些人不是那麼緊急 可是一般來講 這個就是一種逃難行為 一種逃難行為 政府你應該是毫無保留 而且甚至我覺得應該是免費 哪怕是某部分人 好吧 那你就搭個免費包機會 又怎麼樣呢 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家的預算嗎 會來排擠到其他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福利 不會嘛 而且我相信政府這麼做 國人一定會支持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還在拘泥說 哎呀就這一趟啊 平常多少錢 那如果說 我們過去啊 因為這方面代上多少 我覺得這是一笑大方 所以說 雪律 這是不是 這是不是表示 對於政府來講 這 showcase 不僅急嘛 才會說這五百塊美金 我怎麼怎麼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做一個壁壘 用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做一個比例這樣就好了 他剛才政府官員怎麼說 啊 他在機場沒有錢 要買機票回來 走到要死趕快回來 照理來講 我們將心比心趕快回來就對了 要是我 我昨天就派飛機去了 你知道嗎 不要說專機啦 不然你拜到華航的長榮 可以讓大家去 對吧 把人帶回來嘛 為什麼這樣講呢 他說怕有呆帳 呆帳的意思是說 沒有 國家吸收嘛 是啊 各位啊 郭冠英 一九個退休的聲音 六萬幾塊 一四兩聲音 兩千幾萬 你現在在跟我說 我們那個台商 沒有錢回來說 啊 所以還要 聯絡到親友 還要填切結書 不然有台商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現在政府官員的態度啊 還有 外交部的態度是什麼 我說要噴兩萬頂的貼紙 快噴我們的台商企業說 我是台灣人 我有一個上衣 印一個 臨席是台灣人 台灣人啦 所以我們台灣人看說 臨席是台灣人 你就知道說我是台灣人 對不對 你現在把這個貼紙 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的貼紙 搭在你的台商企業門口 你剛才讓人家進來打 讓人家進來殺 讓人家進來搶 為什麼 越南教育 共產國家 他還沒發出事情 跟中國很好啊 是 他的教育就是 台灣就是 中國的一省啊 是 台灣跟中國是一樣的啊 你這個地方 我知道 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 你應該要加一個 臨席不是中國人啊 你要加才知道啊 你知道嗎 我們的外交部是用這種思考 用這種邏輯 政府官員是 活在那個呆帳的世界 這種政府 買人家給你打三天 欸 只有這次而已啊 只有這次 外來沒有發生暴動啊 應該1998年 印尼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不然不行 馬來西亞都會這樣 各位啊 你就準備在你的家裡 躲在家裡 等著外交部送你貼紙啦 是 因為我們的外交官也沒辦法想像 其實非常多訊息出來 先保命再講 有的連護照都來不及去拿 更不要講說 去把他的什麼 細亂的金錢 這種人 還跟他講說 500塊美金沒有是吧 你找親友來幫我做個保證 不然我們變成呆帳 怎麼會有這種心態 這官僚體系嘛 你看剛剛蔡委員 蔡其商質詢問他說 現在一日三四啊 結果那個官員特別說 如果是台灣人 我就會辦他 因為他心裡早知道 因為這不是台灣人啊 對不對 這可能是越南那邊 就開始兇台了 他心裡已經知道 所以他不準備辦嘛 這個事情 昨天就應該處理了 但他們昨天開完 國安會議之後 決定 我們要趕快印貼紙 貼紙可以抵抗暴動嗎 那依照我們國家政府 下一步他就會辦 暴動之我見我思的 真文比賽 那第三個步驟就是 反暴動的路跑遊行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外交部 做的三件事嘛 每次都三個步驟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 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 福建人也可以這樣啊 他的意思其實 對於越南人來說 台灣是一省嘛 我是福建人 我來自福建 照達對不對 我是廣東人 我來自廣東照達嘛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只有說 我不是中國人 可是馬政府會印這個字嗎 所以你如果這樣子 如果你碰到一個 他就認定你 台灣跟中國 反正是一掛的 他本來搞不清楚 這個是香港 不這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 還是台灣 喔這台灣 對 所以你貼到 等於說 來怕來怕 因為是現在被打的 是有這種可能 現在被打的都是台灣的專長企業 因為在那邊的 中資的企業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多 那越南人很清楚啊 越南人早就知道 這是哪裡打 這是哪裡來的 是 他還針對台商企業裡面的 中國幹部 去找出中國幹部來打 是 這樣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 他們明明知道台灣 台資企業 就是他們目標所在的時候 是 這個時候是要問是說 越南政府 你為什麼明明知道是台資企業 可是你故意打台灣人 給中國人看呢 是 那你是不是欺負我們台灣人 無主之國 是 台灣政府軟弱嘛 是 只會硬貼紙而已 所以你是不是欺負我們呢 是 那這個時候沒有政府的時候 我們明天要怎麼辦呢 是 各位朋友 那可能在講說 國安會這兩天照到的 應該滿腦袋都是 我怎麼去把台商救出來 或我怎麼保護台商 不過顯然 國安會大概還有另外一件 蠻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滿久的綠卡 昨天被一週刊報道 綠卡可能仍然有效 那麼甚至今年七月 可能會照被美國國稅局 追稅 追到台灣的馬總統 今天會報總統府 大動作召開了記者會 搬出了新證據 到底綠卡風波這一齣聯繫劇 什麼時候才有完結的一天 大家來了解一下 總統府發言人李嘉飛出示手中文件 這是前一天一週刊 踢爆馬總統擁有綠卡 需要向美國繳稅 普方火速透過駐美代表省旅巡 向美國在台協會取得的回函 AIT說 早就知道馬總統 已經放棄先前所擁有的永久居留權 並且列入相關美國移民機關檔案 此事已經結案 但是何時節的案 卻沒有清楚交代 在六年多前 就是有關總統 在競選總統期間 到現在為止 馬總統並沒有到AIT 去辦理過相關的程序 他已經在二十多年前 放棄 而且不再使用 這個綠卡 早就已經自動失效 涉及到 刑法的偽造文書 等最嫌 這個部分我們 府方的態度還是 不排除要追究相關的法律責任 總統府不排除提告一週刊 一週刊 也透過聲明質疑 放棄綠卡需要有申請文件 何時申請國人有知的權利 AIT公文也完全沒有提到 馬總統需不需要繳稅 同時也點出馬總統 其實只要透過提供社會安全碼 向IRS美國國稅局確認 就知道要不要繳稅 並不需要透過AIT的公文來證明 但府方依舊是AIT這份文件為有力證據 打鐵趁熱 國民黨中央隨後開記者會 點名蘇貞昌 謝長廷 游錫坤等七個人 得為批評此事公開道歉 本黨嚴正要求民進黨蘇貞昌 謝長廷 游錫坤 應該立即公開道歉 並且負起最低標準的政治責任 如果我們的國家總統 卻持有外國的永久居留權 外國的利卡 甚至於他的利卡到底有效沒效 不清不楚 這是他最對不起國人的地方 他早該下來 不用等到一個月後 他如果能夠提出 任何美國的書面證明 說他在2008年3月1號以前 他的綠卡已經失效 他就沒有美國的永久居留權 我認為過去批評他的 講他綠卡還有效的 民進黨的這些領導人 都應該公開道歉 但是他如果一個月內提不出這種書面證明 他就應該辭職嗎 綠營非但沒道歉 炮火一樣猛烈 事隔六年 馬總統的綠卡爭議還在延燒 何國民我記得阿伯 他今天看到馬英雄 還是李嘉貝 提出這張AID的證明 已經放棄 他怎麼說 這卡爭我擦掉乾淨 擦一邊點一邊 你什麼什麼流 我說阿伯你怎麼這樣說 他說 謝昌廷說的 你們看 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 是自動失效 還是放棄 這兩個中間 是衝突 還是一樣的 什麼時候不知道 要叫人怎麼說 這個卡爭是七千塊了 我覺得很奇怪 台灣大概有幾萬人 有放棄綠卡或是美國籍的經驗 全世界就更多了 可能幾十萬人 有放棄過美國籍跟綠卡的經驗 我不曉得說 是不是全世界所有放棄綠卡的 跟國籍的 都是由該國的美國大使館 出具證明說 這個人已經放棄了 好像不是這樣子 這跟我們 我們的理解 這六年來的理解 好像完全不一樣 我們只知道 就很簡單 你只要拿出一張表格 上面寫i407 i407 phone 然後上面寫了 你的綠卡是什麼時候申請的 然後你是哪一年 什麼時候放棄 什麼時候開始失效 就你的居留權沒有了 很簡單 是 這種事情何必煩勞AIT呢 是 我就搞不懂了 那既然AIT要做這個事情 AIT為什麼不就拿一個i407 你以為AIT是笨蛋 沒有的東西你叫他怎麼拿 AIT也不想偽造文書 是 AIT今天這個證明 就很明顯是在政治處理 法律問題 因為 永久居留權是法律問題 是 那AIT很明顯是在政治處理這件事情 是 因為我注意到AIT的英文的油文稿裡面 講了一句話 他說 The issue is closed 意思說 以後不要再吵這個問題了 我們AIT的 就我AIT的觀點來講 這個事情我已經結束了 這個我已經close了 你以後不要再來問我這個問題 那至於 馬英九的居留權還有沒有效 我覺得全國的所有的公民都在等 你拿出i407 其實這個事情沒有那麼複雜 你為什麼要繞一大圈 聽說這個還是火速的公文 昨天叫審理群去跟美國人要 然後美國人今天就給了 然後審理群趕快如獲自保 趕快傳真回來 這個跟台灣所有其他放棄綠卡 跟國籍的人完全不一樣的程序 是 這個時期剛剛聯邦講說 是法律問題政治解決 其實很多人在問就是說 因為是政治解決 所以不能寫說什麼時候失效或者放棄 可是有意思是說 這個issue is closed 不是本案結案 那很多人在問是昨天才結案 對 前天結案 還是什麼時候結案 是2008年結案還是 還是按照馬總統講的 1985年的時候結案 還是說今天其實才剛結案 所以AIT的那一份聲明當中 他的用詞是說 我已知悉你放棄等等等等 他的意思是說 AIT 好啦我知道你放棄 這個擁有居留權的身份等等 可是放棄這件事情是一個動詞 他是有動作的 他的用詞不是說 我已知悉你的綠卡已自動失效 所以這個東西是新出來的 因為過去每一次馬總統都是說 他的是自動失效 就全台灣 一直到昨天還是 對 所有放棄綠卡的人 只有馬總統最自動 因為他會自動失效 就跟別人通通都不一樣 他的身份最為特殊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好那 馬總統你要不要告訴我們 你何時去進行放棄這個動作 你意思說台灣人還是不相信他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拿出一個東西 來證明的話 因為別人都有一個東西來證明 只有你馬英九沒有 而現在AIT又說你是放棄的 那所以你照理說 你既然放棄了 就應該有一個證明文件啊 你拿出來那個東西之後 我覺得人民才會開始有信任感 是這樣子嗎 時期如果馬英九拿出來的是 上個禮拜才提出來的 本人申請放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要叫他怎麼拿出來 所以剛剛謝長廷講得非常清楚 他為什麼特別點到 2008年3月1號 是因為他們掌握到的資訊是 2008年2月28號 外交官馮紀臺回台灣 他在原山飯店跟AIT的高官 就是在談這件事 也因此他們高度的懷疑 事實上真正放棄 的時間點是在2008年2月28號 所以那個時候 是已經被人家拼了 所以馬英九他其實一開始是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這東西我們全家都沒有 後來才改口說 我曾經在什麼時候 在美國念書為了怎樣怎樣 所以我曾經有 那因為後來又怎樣怎樣 他其實說法是很有層次 很有時間點的 那如果他是在2008年2月28號 那個時候失效放棄的 也就是說 他從頭到尾的那一層又一層的時間點 其實全部都是在說謊 是 我覺得還有一點要體諒他 因為當時不能講真話 現在當然更不能把所有的過程都講出來 那這就是台灣人相不相限 我們今天先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謝謝 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紀國隆紀委員 馬英九今天鐵製中 AID火爺 我們已經被通知了 就是你已經放棄你的 美國的綠卡或永久居留錢 這樣的一個證明 能夠讓台灣人相信說 這件事結束 AID意思是說 也不要繼續炒下去 他也講得很含蓄 不要再吵了 說實在的 我們公務員任用法裡面規定 雙重國籍才會喪失公務員資格 永久居留權綠卡是不差 重點是說 對 我還記得吳醫生在2008-2009年 還曾經要修改 你連永久居留權都不能當公務員 不過那個案子胎死負重 後來有人通知他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換句話說其實那個綠卡 永久居留權是不會影響他當公務員的資格 重點是說那個時候 當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就應該也要注意到 這個問題 甚至於選總統的時候 如果有人提起 我覺得馬上 第一次人馬上進行放棄說 好吧 不會影響到我當公務員 但是為了 避免國外人的觀感怎麼樣 然後我就主動 讓大家放心 而且讓大家能夠相信我 我就 再放 再放 縱使說我已經主動喪失了 那我 放棄一次也沒有關係 頂多都放棄一次 但是沒有這樣做 所以造成這六年來 真的紛紛擾擾 是 對啦 是對整個法律效果我想是沒有影響 更何況今天再加滿演出說 如果收到稅單的話就要辭職 今天這部分也沒有討論 我覺得這些都不要 換句話說 因為這段時間沒有交代清楚 造成國人這樣的紛紛擾擾 我還是希望就像EIP所做 就到此為止啦 是 繼續再講下去 我真的也不曉得該怎麼講 是 不過 國人心目中對這件事情的這個衣服 我想都 有消失掉嗎 是沒有 OK 好我想請教 現在這個年旺 沒了那個順序 是 是 國人對於馬英九的誠信問題 會自動消失掉嗎 在今天秀出AIT這封信以後 有人要記 叫做說清楚 講明白 有好的記者會一張就好了 為什麼呢 你那直接 你既然都願意把AIT的這個 等於說他的公文回函有沒有 跟我們國人訓 那很簡單啊 你這次記者會 我們蠻失望的就是說 那你應該把所有的內容 說得清清楚 如果像馬英九講的是 20年前的事了嘛 那你直接寫 他沒有弄清楚 你也得弄清楚嘛 對不對 既然你要把它弄清楚 為什麼呢 我覺得謝唐廷講得最好 如果是在2008年3月1號 以前跟以後對不對 到底是什麼時候 才真的喪失 才真的消失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永久居留權嘛 為什麼這是一個誠信原則 旅客沒這麼嚴重 包括外國籍都沒這麼嚴重 嚴重是什麼 嚴重是一個政治任務 而且現在在做 朗尼總統的馬英九的誠信 所以到底當時嘛 所以總統我就覺得 你因為這次一週刊 又吹奏一池春水 所以揚言要告 告啊 但是告不要只告一條 因為他說現在 是因為一週刊假冒身份去對不對 要告偉趙文書 不 偉趙文書不夠 因為偉趙文書你只會告訴說 他假冒我的身份去 紀國動紀委員最了解 對法律最了解嘛 還要告毀謗 為什麼 要查清楚 這件事的原委到底是什麼 你會說美國人可能會怎麼 你錯啦 台美之間有司法付出協定 是把規定的時候查個清楚嘛 做一次說清楚 如果真的是委屈了 我們的總統委屈啦 那就把事情拿出來的白紙 開始給大家看 我委屈啦 該道歉的道歉 我們都認錯 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 該下台就得下台 這個台灣人英文好不好 我不知道 因為我學德文的 但是如果從馬上小時候過去到現在 他一直講起來自動失效 但每一個人都大概可以知道 失效這個字 英文怎麼講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自動大家應該知道 叫做automatically 或者automatically 可是這邊這個字 不是automatically 是abandonment 是放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娛媛 為什麼不 一次進來AAD願意出嘛 對 要政治改革你沒有 留一個比較乾淨的 為什麼留一個尾巴 所以今天我看到 非出來開記者會 我就覺得說 那就應該一次講清楚 可是這一封信 我覺得 其實做為總統的幕僚 不應該公佈 因為他眉頭眉尾 首先是這樣 這封信不是寫給總統的 照理說如果你今天說 我餘燕有什麼綠卡 那就是應該寫給我 我會發文給AIT 叫你證明 我會發文美國國務院 可是不是 這是寫給Dr.沈呂巡的 所以我回給沈大使 怎麼會由大使館去做呢 這個應該是總統府發文 對不對 要不然你也是外交部的層級 好吧 我們同情他 因為太急了 等等 所以最關鍵的字在這裡 這個字有點小 abandonment 這是什麼 放棄 就是放棄 德文教授講 這就是放棄 這麼多年以來 我從來沒有聽過 馬英九講放棄 連台北市長 好龍斌他也學馬英九說 我的是自動失效的 所以你應該自動失效 所以放棄 而且這前面英文字是說 我們已經事先被通知了 informant 說你們馬英九總統 已經放棄了 他的這個 所有的美國的法律的身分 所以我現在 這一封信一出現的時候 我展開了更多的懷疑 第一個就是審旅行 是寫什麼信給他 你照理說你公佈這個信的時候 你另外一方面審旅行的信 應該要同步公佈 對不對 沒錯 我的卻函你沒有公佈 就是這樣是說 什麼時候出現自動失效 是美國AIT不了解 你是這種失效嗎 還是美國AIT 知道你放棄了 第三個是 它下面的署名 是AIT的執行理事 那我正好 Google又發現了 不久前 AIT另外一位理事 批判台灣的學運 美國政府 法拉利克否認說 他不代表美國政府 他是理事而已 那個人什麼人 那另外一個人 對 所以我就是說 那到底這個效率多少呢 是 他的讓我的懷疑 越來越大之後 那我接用網友的照片 就是我當然懷疑 總統的誠信 那我希望他講清楚 那網友的照片就是問 這麼多人 馬家的人 到底有誰 沒有繳稅給美國政府 今天也沒有講啊 對不對 馬英勇不知道嘛 馬力軍 他的姊妹 美國籍繳稅了 馬兵如繳稅給美國了 馬來西繳稅給美國了 馬以南 我們都知道也是美國人 接著馬元忠我不知道 馬維忠美國人也繳稅了 這麼多馬家的人 全部都繳稅給美國人的 這個時候 結果你今天國民黨說 民進黨要道歉 民進黨要道歉 為什麼馬家的人 繳稅給美國的時候 民進黨要向你們道歉呢 是 時期 所以弄到最後 很不幸的 台灣人 似乎還有很多的理由 疑點越來越多 疑點越來越多 沒有結束 疑點仍然是存在 所以一切的動作 都是要看馬總統 你怎麼樣子做出來 你必須證明自己 的確是沒有擁有 美國的永久居有權 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啊 而且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反正你總是要有一個 你事情要做完 你不要只做到一半 然後留了一個尾巴 然後大家還是懷疑 然後你就跑去罵民進黨的人 我覺得馬英九 其實對付民進黨的這些 尤錫坤拉蘇 蘇生昌市長民 他是採取一種 辯論賽模式啟動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嗆聲 我就是要給你這個毒 我就是要贏你啦 所以我要用很 很這個很極端的話 然後很政治性的語言 來跟你對嗆 要變成藍綠啦 對當然這個事情 操作成藍綠 對於馬總統來說 是獲利最多 可是裡面只有綠卡 沒有藍卡啊 沒錯 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說 好我們剛剛講的是 擁有居留權綠卡的部分 其實依舟坎講的是 繳稅的部分 他如果在2008年那一 3月他才失效的話 那他在過去那一段時間的稅 還是得繳啊 所以這件事 對台灣人來說可能 還不結束 不好意思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您看經過這幾次 台灣人就算不懂法律都知道 美國的綠卡或永久居留權 要怎麼放棄 對 有好幾個步驟 可是為什麼馬英九 就不是走這一條路 因為他是馬英九還是總統 還是到底是怎樣 我覺得唯一合理的解釋是 他根本沒有去放棄 我覺得唯一的合理的解釋 因為為什麼 AIT其實嚴格來講 他是一個民間的單位 他不是美國的官方組織 雖然我們知道 他是代表美國政府 至少在台灣 白衣手套 對白手套 那其實AIT照理說 不應該干涉移民局的業務 因為AIT是管外交嘛 他直屬國務院嘛 他照理說不應該干涉移民局的業務 所以他們被通知會不會是從轉好幾個完成車 對 所以我剛剛特別 因為剛剛為什麼我特別廣告時間 跟余燕要那個 說我想看他英文怎麼寫 因為其實中文比較難分得出主動被動 我以知悉 也可能是我主動知道 或是有人告訴我 可是他英文寫得很清楚 他是被告知 好 被告知 那我們來問誰告訴他 沒有錯 國務院 移民局 是 還是沈旅巡 沈旅巡去跟AIT講說 欸 我跟你講 我們總統已經放棄了 拜託 你們寫個證明吧 會不會是這種情節 所以我現在 我們現在搞不清楚 誰告訴AIT 因為AIT今天 這個總統府秀出這個聲明之後 記者再去問AIT AIT後來還丟了一句說 只有馬總統自己知道 那移民署不能直接寄給馬總統嗎 可以啊 而且你放心 你會有I407 copy啊 而且我昨天講過 就算你說我不見了 二十幾年前放棄我不見了 你再去跟移民署再申請 移民署會補償給你